第48章 接榜 通常来说 只要许其安不提出今晚陪我睡觉 给我生个儿子这类要求 钟离都会满足许其安的意愿 当然 如果坚政说 钟离啊 你和这小子双修 度结就稳了 这样的话 只要许其安提出的姿势不是太难 钟离也能满足他的意愿 不错 许其安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小人 钟离要是提出与他双修 他肯定是要拒绝的 毕竟他是楚采薇的师姐 钟离乖顺地坐在岸边 按照许其安的要求 铺开专门用来修订书籍的纸 研磨 提笔 道 你说啊 别急吗 我要酝酿酝酿 许其安坐在一边 端着滚烫的茶杯 做沉丝状 为了杜绝林安和怀庆在发生冲突 他这位三家姓奴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许其安苦思良久 终于想出对策 林安不是喜欢听故事吗 那许其安就给他故事 市井中有不少才子佳人的画本 甚至小刘备 这些能满足林安的需求 但许其安觉得 作为一个成熟的海王 应该抓住一切机会 让鱼离不开自己 书名叫做《晴天大圣》 爱情的情 钟师姐不要写错了 许其安见他没有动笔 说道 钟师姐 是不是头发太长看不清 我不要聊一聊 钟里缓缓摇头 好奇怪的书名 现在的杂话 小说 普遍以记 传 致来取名 类似于此排名 有着一套约定成熟的取名标准 你别管 按照我说的去写 许其安摆摆手 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晴天大圣》讲的是一段 发生在天庭的爱情故事 女主角是天帝的女儿 叫做紫霞仙子 男主角则是天宫里的一名侍卫 是妖族身份 名叫龙傲天 妖族在天庭是最卑微的存在 受到先人们歧视 只能充当苦力 侍卫 爱好是唱跳唱跳rap 这里有个问题 钟里说到 龙傲天的名字犯了忌讳 按照书中天庭为尊的背景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名字 许其安想了想 只能说到 咱们不必在意这些细节吧 故事继续 但正是这两个身份落差 巨大的男女 他们意外地相爱了 一个是浪远先趴 一个是美玉无瑕 等等 钟里顿住笔风 皱眉道 浪远先趴指的是紫霞仙子吧 那美玉无瑕就是龙傲天 可她是低贱的妖族 从出身来说 配不上美玉无瑕四个字 我觉得要改改 你他们是杠精吗 许其安气坏了 嘴角抽搐 你再叫我写书 察觉到护身符情绪不对 钟里识趣的不再说话 故事继续 两人在天宫里优惠 从拉小手看日落云霞 到拥抱亲吻 再到密室里滚床单 这一系列经过 许其安说得极为详细 从开始到结束 细节描述得很到位 在这个时代 类似的禁书也有详细描写 甚至还搭配着诗句 许其安超诗可以 自己写诗是不可能的 所以没有班门弄斧 可是紫霞仙子和龙傲天的爱情 被一位贪恋紫霞仙子美色的神官发现了 于是告发了两人 天地震怒 将龙傲天包皮抽骨 打入轮回 世代为处 而紫霞仙子也被永生永世幽禁在广寒宫 与寒冷为伴 与寂寞相依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多少字了 许其安端杯喝茶 润了润嗓子 钟里心算片刻 大概八万字 钟里写字很快 一写就是两个时辰 毫不停歇 往往许其安一句话说完 他便写完了 普通人做不到这种程度 不愧是五品术士 许其安暗暗则舌 非常满意 故事写的其实很一般 至少在许其安看来很一般 但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商业小说 即使是许其安操烂的故事 趣味性也比大部分画本强 早半年遇到钟里就好了 我说他写 他就是我的语音识别系统 我可以开一家书店 卖画本为生 许其安玄机否决了这个想法 首先是他今时今日的地位 不需要经商了 其次 基金的收入 每年的分红就够他过上 妻妾成群的枯燥生活 最后 这种画本如果是在他前世 倒不算什么 但在这个时代 是要杀头的 犯不着犯不着 可以 这篇故事先这样 下半部 我在斟酌斟酌 咱们继续下一本 钟里手指一颤 第二本写的是一位魔戒女军 和人族书生的爱情故事 许其安直接套用前世霸道总裁的套路 只不过把男女角色转换 女军霸道 强悍 睿智又冷酷 人族书生满腹精伦 但善良温和 彬彬有礼 霸道女总裁 VS傻白甜书生 毫无疑问 这本书是写给怀庆看的 给林安看的书 男女主是天庭公主和小侍卫 许其安用心险恶 在误导林安的爱情观和价值观 当她沉迷小说时 心里就会挠不出一位英俊潇洒 能力出众 说话又有意思的侍卫型人物 林安就会发现 我的狗奴才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原来真命天子就在我身边 这是极有可能的 那些养在深闺里的千金小姐 对才子佳人画本痴迷 梦想着将来的夫婿和画本里的一样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至于怀庆 她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聪明 冷静 有主见 这样的女人很难引导 许其安甚至怀疑她不看烂俗的小说 当然 事无绝对 怀庆是个霸道女总裁性格的公主 而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世界 几乎看不到霸道女君爱上我这样的小说 许其安相信 这必然会引起怀庆公主的阅读欲望 黄昏后 餐桌上 许二郎发现大哥很奇怪 总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 眼神专注而眷勇 像是打量宝贝似的 大哥 你老盯着我看作什么 许二郎忍无可忍 沉声道 我最近爱上的丹青 想临摹二郎 许其安随口解释 依旧盯着许二郎猛看 原来是这样啊 许二郎微微抬起下巴 汗手道 大哥能画出我十之一二的俊美 便算入门了 许二叔听不下去 指头敲击桌面 转移话题 昨日 听说你一刀斩了一名六品舞者 许其安矜持道 小人物而已 许二叔看一眼儿子 又看一眼侄子 心说这自视甚高 骄傲自大的风气 可不是我老许家的传统 名就是放榜之日吧 沈参看向二郎 嗯 许二郎点头 娘儿一定是会员 沈参开心地给儿子夹菜 许二叔看了眼 风云美艳的妻子 恍然大悟 心说都是这婆娘 把家风给带坏了 等姓榜出来后 我们全家一起去看 许其安说 听到姓榜两个字 许玲音立刻抬起头来 不是吃的 许玲月拍拍她脑袋 许玲音低下头 继续吃饭 晚饭过后 许其安洗漱完毕 把开一支瓷瓶的木塞 混合清水洗面 面部浸泡了一盏茶的时间 皮肤开始发烫 五官出现融化征兆 她立刻来到同镜前 运转半生不熟的刑器法门 尝试改变自己五官 嘴唇再薄一点 鼻头稍稍变窄一些 面骨要收缩 眼睛形状圆一些 一刻钟后 冒牌的许二郎出现了 准确地说 是许二郎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差不多有五分相 许其安对着同镜 顾叛自怜 我这个样子 逮着婶婶喊妈 恐怕全家都会信 不不不 收起这个危险的想法 二叔和婶婶闹离婚就不好了 想着想着 许其安嘴角翘起 脑海里闪过许多骚操作 当然 以后一融成二郎的模样 去和帝叔聊天群的群友 线下面鸡 这就很有意思了 倒不是因为害怕社会性死亡 纯粹是觉得有趣 生活这么枯燥 要懂得自己找乐子 好久没有去勾兰听取了 春榜又称姓榜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姓花的花期 二月二十七 天蒙蒙亮 今夜没有宵禁 城门大开 街边士族来回巡逻 打耕人衙门的铜锣 几乎倾巢而出 无数士子涌入内城 扎堆在贡院大门口 等待着放榜 今年的春榜格外热闹 不但有数千名 殷切期盼低士子 更赶上了到门的天人之争 海量的江湖人士 蜂拥入城 江湖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吃瓜 哪里有热闹 他们就往哪凑 这给京城武卫 府衙和打耕人衙门 造成了极大的治安压力 到了最后 许平智也没能陪儿子看姓榜 因为他负责的区域 距离贡院有点远 基于同样的道理 许其安也要负责另一片的治安 江湖人鱼龙混杂 要是存在一些间谍 或者反社会人士 那么学子们就危险了 婶婶和灵月灵音三位女眷 也要跟过来凑热闹 二叔只好安排府上的护从随行护卫 许其安则认为自己寻守的区域离贡院不远 可以随时兼顾 问题不大 历届的春围放榜之日 都是这般的热闹的 朝廷仰视多年 就在今朝 中年剑客带着柳公子等晚辈 行走在拥堵的街道 侃侃而谈 为师当年游历京城 恰逢春围 有幸见过这一幕 当时的会员似乎叫楚元枕 后来更是成了状元 这次来京 打听了一下 才知那位状元郎已经辞官 唉 时光荏苒 匆匆十年 哦 辞官不做 萧魂首荣荣好奇问道 这是为何 我听说 前一甲能进汉林院 成为处像 大好前程 为何放弃 中年剑客摇头 再往前走 几乎已经没有路了 到处都是穿着如山的靴子 以及一些江湖人士 官兵艰难地维持秩序 大声呵斥 师父 要不我们腾越屋顶去看吧 柳公子提议道 你想被打耕人一刀斩落 还是被遇到为万箭穿心 中年剑客美好气道 离贡院较近的一处空地 停着一家轿子 披着红筹 较围着一群带刀的侍卫 以及两个娇俏丫鬟 春儿 还有多久放榜 轿中传来月耳温婉的女子声音 小姐 还有两刻钟呢 左边那个叫春儿的丫鬟 点起脚尖 看了眼远处的日轨 轿子里的姑娘 是当朝首府王真文的女儿 评宿最爱参加一些读书人 举办的诗会 文会 又是喜欢凑热闹的性格 当然不会错过春梅放榜 这样的盛会 这位王小姐的才名不小 虽说不如怀庆公主那般精彩绝艳 但若是男儿身 考个举人是轻而易举 也不知道今年的会员是谁 春儿娇声道 王小姐笑了笑 微微摇头 春围舞弊履禁不止 虽说还不至于明目张胆 但里头的水分很大 会员这个名头 在老百姓看来 噱头十足 可在真正懂行的人眼里 也只能拱手说一声 胸台豪气 当然 偶尔也会有飞入鸡窝的金凤凰出现 总该还是有些实至名归的才子夺冠 这时 另一位没有开口的丫鬟 忽然指着远处 赞道 好俊俏的书生 王小姐掀起帘子 露出一条缝隙 往外张望 她很快就知道 丫鬟说的俊俏书生是谁 因为那人是如此的光彩夺目 即使被拥挤的人群 推散着连连重眉 也丝毫掩盖不了她的俊美 双眉精致修长 眼睛亮如星辰 唇红齿白 皮肤白皙 皮相比大部分女子 都要精致好看 她身后跟着一位 瓜子脸的美妇人 穿着华贵的衣裙 发际高碗 插着一枚金不摇 美妇人身边 则是一位清丽脱俗的少女 纵使是王小姐这样 自视美貌的女子 也忍不住惊艳 婶婶在一群护从的保护下 没有受到人群的推散拥挤 但她有些后悔 过来凑热闹 除了嘈杂低世子 竟还有许多满脸横肉 凶神恶煞的江湖人士 这样只赶在家里 对侄子和丈夫重拳出击的婶婶 心里发怵 她平时外出就经常招来一些臭男人的目光 只是更加含蓄 而周围的那些粗笔江湖客 是赤裸裸的 婶婶促着秀眉 心里叹口气 有着天生励志男子气的无奈 就在这儿吧 雪二郎停了下来 解释道 待会儿接绑 自然会有人唱绑 我们在这里听着便是 婶婶松了口气 拉着二郎的手说 娘为了你的功名 也是费尽心力了 娘辛苦了 徐二郎道 姓榜贴在贡院的东墙 也叫功名墙 随着时间推移 终于到了接榜的时辰 首先揭开的是副榜 单是一个副榜 就让一众学子兴奋起来 有人欢呼 有人痛哭 给在场的人展现了一副鲜活的众生像 接榜 该接姓榜了 学子们大声喊 群情激昂